印度这次想要搞件大事情 防着国内的疫情和底层人民不管 居然要对牛的地位进行再次提升 也就是说印度牛要更牛了 据环球网报道 印度法官公开喊话莫迪政府 要求把牛作为印度国寿 并且声称保护牛是印度教徒的基本权利 合着他们之前对牛的保护还不够啊 要知道印度对于他们的牛就像祖宗一样 现如今印度境内的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亿 他们在印度的街头肆意漫步泛滥成灾 要是一头牛走到道路中间发火呆 那可比红灯还要管用的多 过往车辆根本不敢随意惊动 只能乖乖的等着牛大爷呆累了自己走开 而且他们可没有什么礼仪廉耻啊 感觉来了就随地解决 这样的举动根本不会被任何印度人嫌弃 说不定还会跑过去直接来一个牛粪面膜 这可不是小兰随便说的啊 在印度牛的尊贵程度 简直到了离谱的程度 不仅杀牛是犯法的 就是吃一口牛肉都会被判刑九年 而杀个人也是判九年 你说这咋办 现如今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牛来耕地了 不能杀又养不起 别担心 印度有专门为牛建立的疗养院 改的比很多穷人住的房子还要好得多 牛大爷在这里不仅吃喝不愁 还有专门的人给伺候着养老送终 要是心情好了 还能随便出去溜达 普通人家里养不起的牛也能随便溜达 就算是四处乱窜 搞破坏也没人敢惹 现如今随着这些牛大爷越来越多 印度政府也有点吃不消了 这不就成立了一个全国牛类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一经成立就干了件大事 联合一些企业 争产了一款国民饮料 牛尿神仙水 这可不是无粮企业的无粮产品 而是破真价实的牛尿 如此老少皆宜的产品 很快就成了爆款 无数印度人对此痴迷不已 有钱人那是天天去买高档包装的牛尿 没钱的穷人倒也有办法 那就是大清早直接追着牛屁股后面 只是为了牛大爷牛大婶 能赏一口新鲜的牛尿 想不到吧 这些商人一看 牛尿都如此热销了 牛粪也不能浪费啊 要知道 印度一直都是有一个牛粪节 有点像我们百族的泼水节 不过口味之重实在是不仁之事啊 在印度的安德拉邦 春节当天 拜完年之后就要回去准备牛粪 因为第二天就要在大街上开始破粪了 他们甚至认为身上的牛粪少了很丢脸 而是牛粪越多越开心 因为在他们看来 牛粪是圣物 代表着祝福 有着如此的群众基础 当然不能浪费啊 于是他们就相继开发出来了 牛粪香皂 牛粪洗面奶 和牛粪牙膏等 你要说这些都是常规操作的话 那可就太小看他们了 他们曾经动用了几百名的生物学家 材料学家和工程师 一起研究了一个项目 那就是牛粪灯 这还不是最奇葩的 就在前段时间 印度的一个叫RKA的公司 直接宣布做出了一款牛粪芯片 这个芯片可就厉害了 足足于12厘米长 10厘米宽 据印度官员介绍 只需要把他们的这款牛粪芯片 放入手机后 就能大幅度的减少手机辐射 还能延年益寿 强身健体 如此好的产品 当然要大力推广了 目前印度有超过700多个牛厂 正在生产这种芯片 而且他们还一度的认为 我们中国也稀罕他们的牛粪 还把他们的牛粪饼 限量的出口到我国 并且每盒卖30元 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 不过咱们也不得不服 他们还真的把牛粪饼 给卖到了国外 就比如日本 他们把一些可食用的食材 一起放在了里面 做成了不同口味的牛粪饼 在网上销售 不知道是不是好奇心太重的原因 居然有不少的日本人 钱去购买 销量也是居高不下 至于为何尽管牛大业 在印度有如此地位 他们还是世界前几的牛肉出口大国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因为在印度 牛不仅地位比大多数的人高 同时 他们也是分着369等的 这一点和印度的种青制度差不多 其中最高地位的是牛牛 就是我们见到的印度白牛 背上长着大大的肉流 并且颜色越接近乳白色 地位就越高 由于印度80%的人都是印度教徒 他们的主神师婆 所承坐的坐骑就是牛 所以他们认为 每一头牛身上都坐着师婆 这也是他们坚信的 不能打扰牛大爷的原因之一 同时 每年还会举行规模宏大的净牛节 要知道 在印度很多偏远地区 女性的地位都还不如一头牛 要是在那里发生虐牛事件的话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坐牢惩罚 所以很多地区都是牛比人金贵 而下一等级的就是黄牛和水牛了 这些牛是可以用来耕地的 但是依旧不能随意屠宰 印度出口的牛肉就都是这种 不过 印度正规的水牛屠宰场 只有3000多家 但是非法的屠宰场 却有超过3万家 所以出口出去的牛肉 到底是什么来头 估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至于为啥印度有这么多的牛 以至于现在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居然不去限制其发展 而且还与法官要把它列为国寿 自然是有着起源英的 印度境内的多家媒体 也争相报道了此事 因为一起案件 牛可能要在印度称为国寿 起因只是因为一个叫贾维德的印度三哥 涉嫌屠杀了一头牛 而背叛入狱 对此他觉得不服 于是就洋洋洒洒的写了一份保释申请 想要出来继续在恒河里面沐浴 但是印度高等法院看到这份申请 直接就驳回了 在驳回书中是这么写的 你不能为了一些人的味蕾 去剥夺生命 而且生命权高于杀戮权 吃牛肉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基本权利 你听听 是不是很像印度的风格 无数的印度底层人民 过着凄惨悲苦的生活 加上疫情肆虐 如此严重都不去管 反而为了杀了一头牛 而去假慈悲 同时 这位高等法院的法官还声称 牛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不应该受到践踏 甚至遗忘 对此 印度媒体也是大肆报道 甚至提议 莫迪政府尽快制定法案 用来更好的保护 他们的神牛 好家伙 你们这是还嫌印度不够热闹啊 还要对这些到处撒泼的牛进行保护 那接下来 网友们可就看热闹不嫌事大了 要知道现如今的印度先不说疫情 但但是动物泛滥就已经热闹坏了 先是横河老鳖 又是横河大年鱼 甚至还曾想过出口给中国 还没解决好这些祸害 就又要开始保护神牛了 真是可笑 我们中国吃货 可不吃你们印度这一套 谁都知道 你们泛滥的鱼鳖 都是吃啥长大的 现在还要对已经接近泛滥的牛 还要继续保护 要不是印度的牛肉出口量 一直都是世界前三 可能不少人都信了你们的鬼话了 对此小兰要先说明一点 省得大家误会 那就是印度的牛肉出口量 虽然大 并且也多次想出口给我们 但是我国为了尊重印度的习俗和信仰 同时也是为了我国吃货的身体健康负责任 对所有印度进口的牛肉 直接说不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供奉着嘛 因为印度人如果有条件的话 家家户户都要养牛 牛对他们来说浑身是饱 除了牛粪和牛尿 牛奶也是他们的主要营养来源 甚至在印度有一头神牛的身价达到了2.4亿 每晚还都要喝上一瓶维士忌 这可是个大家伙 体积有普通牛的两倍左右 他们把这种神牛叫做苏丹 它不仅有专门的牛厂和看护人员 富豪们还会经常举办比赛 这头身价2.4亿的苏丹 当之无愧 是世界最贵的牛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 印度牛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了 牛在大街上随便晃一休息 也不能赶走 也不敢伤害 要是有牛去攻击人类 导致受伤 那只能怪这个人倒霉 政府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就是这样的放任不管 加上人可以饿死 但是牛不行的理念 在印度的牛的数量 已经高达5亿多头 稳稳的世界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每年所产生的大量排泄物 就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了 很多地方都是遍地牛粪 虽然牛粪珍贵 但是也架不出产量大呀 有些地方 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也是印度的旅游业 越发不景气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在恒河边上 随处都能看到 牛和人一起沐浴的影子 印度为了解决这些生物 到处乱跑的问题 居然曾经把主意 打到了我们中国身上 就比如前段时间的恒河鳖 饭乱成灾 印度人根本不吃 还千方百计的说好话 想要出口到我国 但都被我们给拒绝了 到现在又把心思 放到了牛的身上 想要把除了他们高贵的牛牛之外的牛 都出口给我们 让我们去宰杀 当肉牛使用 不得不说 脸皮还真是厚啊 印度最近的一系列操作 可一点都不像是成心的样子 加上现在的印度 就像是一个病毒培养基地 新冠病毒在那里 不断地变异扩散 哪还敢进口他们的产品 这得耗费我们多少的防疫人员 就让那些神牛在那边继续潇洒着吧 我国还真不缺他们这点牛肉 之前我们救援了印度一批疫苗 但是他们居然一开始选择了拒绝 接受以后又说我们的疫苗有问题 对于这样养不熟的家伙 我们要牢记农夫与蛇的故事 印度如此的奇葩行为 大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是否愿意看到印度把牛当作他们的国兽呢 不过小兰觉得 就算莫迪政府通过这项提议 印度神牛在国内的地位都和国兽差不多了 也不差这个名分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前往小兰的主页 观看其他视频 相信不会让您失望 我们下期再见